之前的孔雀鱼生了,看一下是不是红剑鱼杂交的。 孔雀鱼的种啊,怎么看起来还是孔雀鱼啊,是吧,还是孔雀鱼苗啊,现在只能把它们单独隔离养起来,看一下后期会不会长出这个剑尾吧,也只能这样了,是吧,你看这条孔雀鱼已经生完了啊,还有这一条呢,这一条还没生啊,这一条呢,这一条也没生, 但是他的肚子好像扁了,而且我昨天看他好像拉了两头黑色的拔拔之后呢,他肚子就扁了,是不是假孕啊,骗吃骗喝的吧,骗月子做,这条呢,应该还没生啊,这条已经生了,但是这看起来也不像是这些红剑鱼的种啊,好吧,我们先让他在这, 在这里隔离的,在刚生的啊,今天早上刚生的,让他再隔离一个几天吧,等这两,这条啊,这条估计是假孕啊,这条呢,估计过两天还会生啊,好吧,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下你们心心念念的这些孔雀鱼苗到底多大了吧,你看密密麻麻,长得,长得是挺大的啊,你看,这些一个月的,有些呢,是三个星期的,有些是一个月的啊,你看像这种大的,就是一个月的啊, 有些是三个星期的,有些是三个多星期的吧,你看,现在这一窝,之前很多人说我的孔雀鱼苗变少了,其实没有啊,你看这一窝密密麻麻都在这里啊,没有损耗啊,我经常观察它都没有看到有鱼啊,挂掉的,或者什么其他原因啊,然后这里呢,也还有一窝啊,大概三四十条的样子吧, 一直养在这里,也好好的啊,也长大了很多了啊,这些应该是有两个星期了吧,刚喂的啊,刚喂的,喂的是我们的鱼粮啊,现在大了的话,开口也变大了,是吧,我们可以适当的喂一些大颗粒的一点鱼粮,然后再搭配那个风年虾的幼虫来进行喂啊,是吧,大了很多了,之前是很小的,一点点的刚生出来,你懂的 是吧,刚生出来就这么小,你看,对比一下吧,这么小,刚生出来的,然后现在这个,有三个星期的,有一个月的 哼,我感觉我这个钢啊,是不是快要沦陷了啊,这些鱼苗这么大了,这里面上百条鱼啊,崩溃的,不行的,所以说得赶紧把它喂大,然后给粉丝送福利吧 好吧,这些牛毛状态依然好得很啊,你看这些墨丝,之前剪成是这样子的 你看,现在又长出来了,很多人都说墨丝难种啊,其实很好种的 都不用怎么管,像现在广东这么高温的天气,它依然生长得很好啊 好吧,这个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,喜欢的可以持续关注一下,好吧,拜拜 by bwd6